這個沙石案馬上去挖 所以這個國家機器動得這麼明顯 我不知道民進黨支付會不好意思 另外一個案子到現在沒有進度 然後這個沙石案馬上去挖 所以這個國家機器動得這麼明顯 我不知道民進黨支付會不好意思 在很多的相關證據證明 已經是20年前跟候選人無關 他的岳父家在當地所做的一個事業 那個土地也將近有20年的時間 沒有做過沙石的產業 但是呢 國產署卻大動作的動用國家機器 有十幾位的警員 十幾位的國產署的人員 那麼還有當地的分署長 親自帶隊到現場去挖掘 那麼兩天下來呢 感覺是全力以赴 希望能找到什麼有鬼的東西 結果現在發現每一個土地上 所挖出來的所有的沙石 都是乾乾淨淨一點問題也沒有 那麼好像有點失望 所以說下禮拜還要繼續進行檢驗跟抽查 那麼基本上我們對於這樣的行為感到非常的不齒 譴責國家機器動用只是為了選錢大動作 卻目前為止是查不到任何實證 更明顯坐實了民進黨政府心虛 只是想要做打壓候選人或政敵的動作 那麼我們也期盼在這執行浪費國家 每一個人納稅錢去請挖土地 請這些人員還有公務人員來做這些事情的同時 是不是也想到你們的納稅錢 是被拿來又不同的形式去做 他們打擊一起的工具呢